《财经周报》为您梳理一周财经 各位好 我是李润 房地产价格一直以来都是大家关心的一个焦点了 那么最近中国国家统计局是公布了 内地房地产市场的最新的数据 8月份内地70个大中城市的一手楼价 按月和按年的升幅是继续的放缓了 一线城市的新建商品住宅 还有二手住宅的价格 同比涨幅也是均连续11个月回落 8月份比7月份分别是回落了3.8和3.7个百分点 那么这也是自2015年3月 内地一线城市29个月以来 是首次出现了房价环比的一个下跌 那么二三线城市的升幅其实也是明显的放缓 那么这样来看内地的房地产市场的拐点 是不是真的到来了呢 那房价是不是要跌 房价下跌的这个背后的原因究竟又是什么呢 马上带您进入本期的封面故事 内地一线城市的房地产价格首次环比下跌 那么其实这对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标志性意义 可能还远大于实际的数值了 在经济学的原理当中呢 价格是由供给和需求共同来决定的 商品的价格呢 也是围绕它的价值来进行一个上下的波动 有上涨呢 就一定会有下跌了 但是呢 我们来看内地的房地产领域 其实就像经济学理论中的一个bug一样 似乎呢 所有的规律 对于它来说 可能都不太适用了 房地产市场研究的机构的专业人员 几乎也是每年都在提示房地产的风险 但是呢 每年房价都在上涨 很多人呢 憋了好几年不敢买房 那么看到这样的一个态势 也是都迫不得已的加入了买房的大军了 针对这一次房价的下降 市场上是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 一个声音呢 是说这是房地产市场迎来的一个转类点 另一个声音呢 却是说这是楼市的一场假摔 不过呢 是上涨过程当中的一个回调而已了 那我们再来看到 其实房地产市场呢 之所以能够长期的上涨 有一个深层的原因呢 就是土地的稀缺了 所以呢 只要说土地啊 是长期稀缺的话 那么房地产背后的土地价值 就只有长期上涨的份了 从而呢 也是带动房地产市场的一个长期上涨 那么中国呢 在过去的十年时间当中 一直都是处于城镇化兴起的阶段 不少的大城市 尤其是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 也就像吸铁石一样 将人口资源资本来集聚 这种吸引呢 也是形成了支撑中国城市房价的一个主要动力 房地产市场的走势呢 取决于土地的价值是否变化 那么市中心的土地 往往也具备着其他地方不可替代的一个区位价值 但这种变化会不会是一成不变的呢 我们来看到 例如像是在这个英国伦敦的一个市中心的土地 曾经是相当的有价值 也是令到伦敦整体的一个土地价格会快速的上涨 但是呢 大量人口涌入了伦敦 也是令到市中心的拥挤 而且房价会非常的高昂 生活呢 也是极为不变 从而呢 也是引发了人口去中心化 导致了城市中心的一个空心化了 那么另外呢 苏宁金融研究院的特约的这个研究员江汉也就认为呢 世界经济危机之后 中国是出现了较大的一个资产荒的危机 富裕起来的一些中国人啊 也是经历了几轮股市和资本市场的暴跌之后 是越来越不相信证券市场能够带来资本的回报了 那中国呢 也是缺乏一个风险没有那么大 收益又相对较高的理财产品 因此呢 有很多人啊 就将自己的目光集中到了房地产市场上 在刚性需求和房地产投资的一个双重的推动下 中国房地产呢 也是形成了一波又一波的上涨期 那么为了避免因为投机炒作而引发这个灰犀牛的事件 国家呢 也是出动了四线的战略 就是限购 限贷 限售和限价 也是展开了多轮的调控组合权 最终呢 也是令房地产回归居于这个居住属性的一个呼声 也是日渐占据了上风了 那么像这一次一线城市的房价指数的首次下跌 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一线城市挤泡沫去杠杆的成果了 另外呢 房地产行业啊 其实也是关心民生的一项重要行业 居民呢 通常啊 是以这个按揭贷款等等方式 再加上杠杆来购买房产 房地产呢 恐怕就是知名资产负债表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资产项了 如果房价呢 出现一个快速的下跌 高高的这个住户的净资产可能就将会迅速的贬值 我们来看啊 从这个日本等其他经济体的一个经验呢 一旦房地产的泡沫破裂 那个居民呢 也将会承担巨大的损失了 那对于这个宏观经济的角度影响来看 房地产的行业的投资链 整个是比较长的 中国呢 作为投资驱动的经济体 在三大投资板块当中 制造业呢 投资是相对的比较稳定 基建投资呢 通常也是由政府来用一个宏观调控 平易投资的这个波动了 所以说呢 房地产的投资也会成为投资波动的一个主要来源了 另外呢 和房地产行业相关的行业也是比较多 例如像是这个建筑建材 家电还有家居装饰等等 那么房地产呢 对于中国宏观经济的这个真实贡献 其实要比单纯的地产占比是更大了 如果说呢 房地产泡沫破裂 那么呢 和地产投资和销售相关的一些 产业链行业和企业都将遭受一个重创了 那么因此呢 对于中国房地产的行业来说 结构化差异其实是一个有待改善的现实了 一二线城市的房价呢 由于这个供需失衡而快速上涨 而三四线城市却是因为之前的过度投资 会累积了这样大量的一个库存 那么为了缓失三四线城市的库存风险 中国政府呢也是已经启动了包括向蓬沪区改造 货币化安置在内的一系列的政策 但从更加的一个长远角度来看 稳定房价的关键还是在于建立房地产市场的一个长效机制 其中呢发展房屋租赁市场和房产税的改革 是目前来看最重要的举措了 像目前呢其实已经有多个一二线的城市开始试水了 例如说像这个北京啊 是推出了共有产权的住房 并明确这个规定了产权的一个比例 还有像是购房资格退出机制等等的一个政策了 那么像上海呢也是再次出让了租赁的用地 在广州深圳南京等等12个城市 也是已经确定作为这个首批开展住房租赁试点的一个城市了 好了那么本周国内外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财经讯息 马上带您进入一周财经回顾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八月金融统计数据 涉融增量统计数据 整体而言八月新增人民币贷款1.09万亿元 居民部门贷款增加较快 M2同比增长8.9% 续创历史新低 涉融中开正门读片门现象依旧明显 伪贷等减少的同时 信托贷款增长较快 报告称预计随着去杠杆的生化和金融 进一步回归为实体经济服务 比过去低一些的M2增速 可能成为新的常态 美国财政部18日公布数据显示 中国7月持有美债11,660亿美元 比6月份增持195亿美元 已经为连续第6个月增加 美国公债持有规模 自今年2月以来 累计增持规模11,149亿美元 据美财政部上个月报告称 中国已在6月份再次成为 美国第一大债全国 对于增持或减持美国国债 中国官方表示 美债市场对中国来说 是一个重要市场 不管增持还是减持 都是正常投资操作 中国会根据市场上的各种变动 进行动态优化和调整操作 据彭博报道 MSCI中国指数18日 一度穿升1.8% 收复从2015年登上前一个高峰以来的 全部失地 该指数今年以来累计上涨45% 其中科技巨头腾讯和阿里巴巴 以及汽车股与地产股 发挥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市场对中国股票的信心在回暖 因为人民币升值 而且金融形势更加稳定 有利于企业盈利 MSCI中国指数自2015年4月触顶 到次年2月触底 期间下跌了44% 不过尽管有今年的上涨 MSCI中国指数距离下一个里程碑 仍有一段路程 据英国金融时报援引匿名官员称 英国首相特雷沙梅 计划提供至少200亿欧元 来填补英国退欧后欧盟的预算缺口 这将是特雷沙梅首次尝试满足欧盟 分手费的要求 英国政府希望能够打破 英国退欧谈判持续三个月的僵局 以开展第二阶段的谈判 210欧元的分手费 将能够使欧盟避免过早的 重新审核长期预算计划 也能说明支付英国此前 同意的部分项目费用 不过这一金额将无法支付 欧盟的长期债务 以及过渡期的支出承诺 据24日的德国大选 已经不足一周时间 在现任总理 基民盟党魁默克尔 有很大可能继续连任的情况下 默克尔所领导的基民盟 究竟将于哪一政党 组成执政联盟 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根据最新发布的民调显示 目前尚无任何一个政党的 支持率过半 这意味着德国政治的常态 联合政府有很大可能继续出现 目前民调排名最高的政党 是默克尔领导的中间偏右的 基民盟 支持率为37% 德国某咨询机构经济学家表示 此次德国大选将带来的风险 其实远远超过其经济政策 默克尔对联盟政党的选择 将决定欧元区的未来 在汽车与电子产品出口 大增的带动下 日本8月出口较上年 同期增长18.1% 创下近4年最大增幅 进一步证明海外需求的强健程度 足以支持日本经济健康成长 这也会增强决策层 对于日本经济前景的信心 据华尔街见闻19日报道 上周日阿尔及利亚总理 乌叶海亚公布了一项计划 以改善国家的预算持资 这个欧派克成员国 希望向央行直接借款 来抵消石油收入下滑的影响 换句话说 阿尔及利亚计划直接货币化债务 绕过商业银行 也就是所谓的直升机撒钱 乌叶海亚表示 该国正面临着非常严峻的财政危机 并强调阿政府不会依靠 对外借债来解决问题 对此IMF表示 由于目前阿尔及利亚的国内债务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左右 该国有空间进行借款 好的 那么我们也是稍作休息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财经周报 我是李润 还国安全球 现在让我们立足香港 着眼脚下 一起进入聚焦香港 9月19号第四届亚洲商贸论坛 是在香港举行 论坛探讨了在一带一路的政策下 香港与东盟地区的贸易前景 剖析了美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对于亚洲地区贸易发展 所带来的影响 以及崭新的电子商贸商机 本届论坛以促进合作 互利双赢为主题 吸引了来自包括政商学术各界 近200人参加 论坛围绕香港与东盟地区的贸易 展开了讨论 据了解 2016年香港与东盟的商品贸易总额 达8330亿港元 对此 一带一路工商协会联盟共同主席 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生表示 十分看好香港与东盟 地结自由贸易的前景 他认为香港不仅是超级联系人 也要扮演CIO的角色 另一方面 香港中国企业协会副总裁朱华 就香港企业如何把握一带一路 所创造的新机遇提供了建议 他认为香港中资企业 应利用金融业优势 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金融支援 同时顺应市场需要 培育和发展新兴优势产业 可以提供一些保险经济服务等等 那么还有内地保险公司 跟着往外走的时候 香港也可以提供一些 再保的一些市场 所以像保险这个 就是一带一路这块 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那么当然还有我们香港最擅长的 所谓的专业服务领域 除了贸易和金融 互联网行业也参与了此次论坛 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 O2O 电子支付等创新变革 正影响着营商模式和发展 支付宝港澳区总经理李永诗表示 支付宝进入香港的时间虽然很短 但公司会从服务商户和用户 两个方面推进 不仅让内地游客来香港消费依然方便 也让香港本地的用户 能更多感受到移动支付的安全和便利 这个我们每60秒都会转一次的 所以这个就确保安全性 还有如果过500元 就要用一个手指模认证 才可以去authorize这个付款 接着接着我们会继续推出不同的服务 包括去给一些 可能是一些用户的费用 所以会在这个APP本身 会建立更多的场景 据了解 为了响应国家的一带一路政策 招商局集团已经向本港的工商界 推荐了白俄罗斯的中白工业园项目 目前已经有华为中心通讯在内的 8家企业的正式入园项目 同时也有超过20家企业的 异项入园项目 亚台第一位是记者 陈彦竹 袁奥妍 香港报道 港股新机遇高峰论坛 及2017金钟环评选颁奖典礼 在19号也是在香港举行 本次活动不仅是一次金融机构的评选 更是一次行业交流的盛会 2017年以来 港股横指持续跑赢全球主要股市 由志通财经和新浪财经 共同主办的港股新机遇高峰论坛 及2017金钟环评选颁奖典礼 在香港拉开帷幕 香港中资证券协会会长谭月恒表示 香港融资市场的定位 应该是国际化的 过去多年国际化成效并不明显 而一带一路的发展 为香港提供了一个现成的通道 更为未来提供新的增长动力 过去十年二十年我们主要服务于H5市场 这是我们的优势 今后的二十年 中资证券机构应该从香港走出去 沿着一带一路的运行 拓展一带一路国际业务 这是我们未来二十年的成长所在 新动力所在 这也是香港的资本市场 在本次活动的主题演讲环节中 港交所董事总经理 兼内地事务发展部总监徐正宇认为 互港通深港通是一个现货市场的联通 为国际投资者参与中国市场 打开了方便之门 未来可以建立一个 人民币国际化的生态圈 进一步促进香港和内地的合作 如果是内地投资者的话 他就能够直接通过内地券商 买到我们香港交易所的 这么一个港币的股票 就不需要跑到香港来开股 那么同样的 国外的国际投资者 就能够通过香港券商 能够在香港买到A股 对于投资者来说 有些地方投资者是很大的便利 因为我们能够让他 用他熟悉的一些安排 用他熟悉的这个平台 就能够直接买到A股 据了解 本次评选活动历时三个月 最终收到60多万张选票 近30家机构参与评选 25家机构获得7项不同大奖 其中建英国际 招营国际等 6家中资券商获得投行业务 最佳表现券商奖 据最新资料显示 港股已经创下28个月新高 恒生指数上涨1.27% 其中中资券商股集体上涨 国台军安国际中信证券 表现突出 未来的表现仍然值得期待 亚台第一位视记者 陈彦竹 袁敖言 香港报道 好的 那么关心完 香港的人和事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本周的财经朋友圈 在很早之前就有消息爆出 董明珠是将投身于造汽车的行业了 近日董明珠在造车梦上 似乎是又有了新的动作了 此次格力似乎是将目标投向了 一气下力 自从董明珠加入造车大军之后 他其实就在汽车产业布局上 是频频传出了消息 据了解因为媒体的报导了 有关的格力电器的新闻 经过公司的申请 深交所是表示在9月18号开始 开始起就对格力电器 进行一个临时的停牌 等待公司刊登相关的公告之后 再进行复牌 那么在近日外界一直盛传的 格力电器是要入股一气下力了 那格力电器的相关负责人 也是强烈的表示 一切是以公告为准了 那么就在18日的早上 格力电器突然的临时停牌 也是其实让入股的传闻 更加的坐实了 在日前董明珠现身了 天津一气下力 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并且是参观了千金的一气工厂 有网友就爆料说 这个董明珠是携格力团队 就入股天津一气下力 事宜来进行了最后的磋商了 那么在目前呢 格力团队的相关工作人员 已经是入住天津一气下力了 值得一提的是呢 从9月8号开始 一气下力呢 就是宣布啊 因为重大的事项而停牌 其发布的公告也是表示 收到公司控股股东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的通知 一气股份呢 是正在筹划 涉及公司的一个重大事项 但是呢 一气集团是并未同步停牌 那么外界呢 对此也是猜测说 天津一气啊 可能有这个股权收购 之类的一个大动作了 那么对于外行人 这个董明珠而言啊 收购天津一气下力股份 其实对它具有一个重要的意义 怎么说呢 在这个珠海银龙啊 其实在整车的这个制造经验上 还是比较薄弱的 一旦呢 这个一气下力的造车经验 也是比较多年啊 有着相对的较为丰富的经验 和技术人员 如果说呢 这一次真的可以 如愿地入股天津一气下力 对于处于退市边缘的下力而言 这一次的入股 其实也为它提供了 新的转型机会 那么对于董明珠自己来说 它的这个造车大计啊 也将向前迈进一大步了 据业内人士分析呢 董明珠入股的一气下力 是将得以借助其 已有的一个整车生产线 布局产业的上下游 早日来实现新能源汽车的产量 同时呢 下力品牌也是得以转型啊 可能呢 是将成为一种双赢的结果 但是呢 最终是否会被市场认可 还有待考验 我们再来看到 其实呢 当还不会说话的婴儿啊 已经懂得点击iPad的时候 当你看到呢 一些小学生们在用数字游戏平台上啊 虐待成年人的时候 或许啊 你就会感慨了啊 玩积木玩洋娃娃的时代 可能已经是正在远去了 像这种变化的结果啊 其实就是行业巨头陷入困境 全球最大的玩具 连锁零售商反斗城啊 本周是正式申请破产保护了 公司公告呢 就表示其获得超过30亿美元的债务人 持有融资 资产融资的一个承诺 用来支持呢 业务的运营了 那么在此前呢 美国媒体援引知情人士也是表示啊 这一家呢 总部位于美国新泽西的公司 总负债是达到了49亿美元 其中呢 4亿美元是将于明年到期 17亿美元是将在2019年到期 那么申请破产保护呢 就可以帮助反斗城在即将到来的 一个假期销售旺季 来增加销售的收入了 我们来看到反斗城近年来 一直是以高度依赖节假日的销售 来支撑业绩了 但结果呢 却是令人蛮失望的 在去年的圣诞季销售数据是并不好看 由于呢 受到网络购物和电子产品的 一个双重的冲击 公司呢 是连年亏损 今年呢 在第一季度亏损 甚至是扩大到了1.64亿美元 同店销售也是同比下滑了6.2% 主要呢 其实也是受到了 婴幼而业务表现的 一个疲软的影响 那么大型对手呢 沃尔玛多年以来 一直也是都保持着 这个玩具低价的一个策略 在本周三呢 更是发布了 2017节假日玩具销售的一个名单 甚至还放话说玩具呢 会是其对于对手竞争的 这个一线产品了 那么其实呢 科技巨头亚马逊的 这个网络纸尿库的销售生意 其实也是做得红红火火 也会受到一点冲击了 那么这些呢 其实都令反斗城的市场份额 遭遇了严重的挤压 虽然说呢 反斗城去年曾经是成功地 进行了这个债务的融资 但其实呢 销售持续下滑和零售商破产 也是让它举步维艰 也很难获得更多的融资了 那么尽管呢 这个我们再来看到 广州恒大雅冠哲己而归 但是呢 老板许家印啊 依旧是春风得意了 近日呢 刚刚是成为了中国的新首富了 在9月18号呢 中国恒大的股价是继续上扬 刷新了一个历史的新记录 许家印呢 是一度以391亿美元的身价 成为了中国的新首富 略高于排在第二的马化腾 以及第三的马云了 那么根据呢 这个福布斯数据啊 去年呢 许家印是仅名列第九 在那个时候呢 万达集团董事长 有国民公公之称的王健林 是位居榜首了 像马云呢 马化腾 王蔚和丁磊 分别是二到第五名 那么其实从今年以来呢 中国恒大的股价 也是一记绝尘 在年内涨幅是接近了五倍 市值呢 也是达3700多亿港元 成为了许家印登上 中国首富的一个最大工程了 那么在股价暴涨的背后 恒大业绩表现也是强劲 今年上半年 净利润是达到了231亿元 远超了万科 碧桂元等等的一线房企 不过呢 他投资的万科股票 却是亏损超过了70亿元 否则呢 这个恒大半年的盈利 将会超过300亿元 销售金额方面呢 恒大去年是超过万科 问鼎了冠军 今年的上半年 则是位列了第三 逊于碧桂元和万科了 好了 那么以上呢 就是本期财经周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